但是为了证明 为了避免一个更大的不对 他现在要弄出一个小的不对 而且他爸爸说了 我女儿零花钱可没那么多 我们家穷穷穷穷穷 等于说就别说我们炫富 这咱不聊这个 大齐我就问问 最近你们时尚界的人是会关心吧 你看大家这个符号 说谁谁谁炫富 往往都是拿一些时尚的品牌 名牌来说 这个你有什么感触 其实如果以一个专业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时尚这些品牌 第一它是有历史的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定位在那边 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它是提供给什么样一种需求 比如说Calvin Klein是什么样子 LV是什么 其实它都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品牌历史 只不过是消费者误导了 它的一个原始的精神的一个行为 然后变成是一个炫富的 一个这样的状况出现了 你讲的这个让我想起 我的好朋友 也等于是我的老师 刘丹你也认识 刘大师 刘大师了不起的当代的画家 我先说刘大师穿衣服 我就发现 他太会穿了 我要再讲 刘大师是我最近养的一位艺术家 他永远就是那么一件 但是他可能衣柜里一打开 一模一样的有五十件在那里 没错 没错 实际上他这一件衬衫 他可能做了五十件 他的这个外套可能做 所以他每天不费心了 因为他永远穿一样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看着事情好 因为是最适合他的 后来他就给我讲 要不开了我的智慧 他说 清朝的时候人们就是穿一种衣服 对吗 没这个麻烦 天天就是长跑马挂 其实这就是人穿衣服 还是被人被衣服穿的区别 乔布斯也不是这样子吗 乔布斯不是永远都是一件 黑色的圆领的长袖的衣服 但是他每次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研究 这什么品牌的 他袖子上面有什么变化 这只领子上面 可能有个什么东西翻出来 然后这个又怎么怎么着 就说他永远 其实你看到他永远是一个样子 但像这种人 我就觉得他非常成功 因为他真的是不会 被什么所谓的 该怎么样 裤子要肥一点 窄一点 怎么样才叫时尚 再伤脑筋 所以我是个老感 你知道 你就说这个裤子 我就那天我就腹筋追悉 因为我想 他们说我这裤子不行 凹了 又要买瘦腿的 又要花钱 我就想我这辈子 就是为这个裤腿打转 我想这个 我们最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是时髦穿军裤 解放军的那个裤子 小流氓都穿肥军裤 到后来开始实行喇叭裤 喇叭裤 为了喇叭裤险些自尽过 跟我父母决裂 要改裤脚 就是我要改一尺宽的裤脚 我父母只同意给我改八寸 然后我就留下一封遗书 咋又不在你们这封建家庭待着 我就出去要自尽 当时就那样了 然后到后来现在又是 当年现在他今年说是流行穿的这个瘦腿裤 我们小时候叫鸡腿裤 你说你看这个老杆子就一辈子就赶着你们 你说的对可能是一种欲望吧 大概觉得我们土 你们好像外国来的人 你们比较懂 那么我们就得跟着你们吗 我的潜见是这样 其实所有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行为 其实只是在 是一种欠发安全感的寻找认同 所以大家都变成一个模子出来的样子 其实品牌这个东西是一个行为被利用了 让大家变成是更容易去 你流行因为我们都是同一族的 所以我们可以最快的时间 省去掉了很多隔阂 很多需要去了解彼此的 因为现在都是一个素食文化 我们穿的一样 我们喜欢的一样 我们马上就可以变成做朋友了 而这样子的话反而缺乏了一个 其实更有趣的一个探讨 就是如何让 其实人应该是被赋予 你知道选择性的 而我们现在去放弃了我们的选择性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大家都去为了在那个安全感的 这个包装之下去找到认同 而产生了一个流行 那独立思维就没有了 你看不怕人笑话吗 如果自己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会觉得就穿出去这样行吗 往往会被笑话 是因为你跟我不一样而被笑 这个东西是我并 我觉得当然我这个是站在一个稍微比较设计师 艺术家的一个思维在讲 但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商业 你知道商业因我论对我而见 因为你讲到的这么多你知道时尚大品牌 因为其实到最根究底的是 我们的消费行为其实是被提供者所受限制了 因为可能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 原来是有这么多选择性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而是市面上因为看到了这个好卖 那我们就大量的提供这个东西 而我们的选择性变少了 其实算是一个寻求认同的问题 大协境界太高了 高到我估计他讲完你还是没听懂 你来普及一下 我很了解他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大家寻求认同感 那个LV大家有认同感 爱马仕大认同感 因为知道这个是所谓的奢侈品牌里面的最高端的东西 只要我拿这个东西 我好像忽然之间我就跃到了那样子的一个水平 但事实上它还存在真跟假 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 很多这些名牌的东西 它是有个历史背景的 它是符合 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标签 跟你本身的标签 其实是不尽然相同的 所以呢 我也不赞成就是说一味的反消费 我其实我现在衣柜里面 已经我衣柜里还有20年前的东西 我是一个非常稀悟的人 我不丢东西的 我发现那些东西已经来回的 所谓的流行了好几轮了 已经流行好几轮了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抓到这一两年流行的元素 你只要把那个元素放在你身上 你管它宽裤管窄裤管 因为它显你腿短 那我跟你讲 其实裤子的长度 它长一点跟短一点 它有没有打折 你这里有没有打折 它是哪宽哪瘦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在乎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更花精神的是去了解你自己这个人适合什么样的东西 而不是要烧脑筋我要再去买些什么东西 没错 你比如说我就刚琢磨过 你像我要穿大旗这样领子拉到这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叫什么呢 圆领衫吧 对吧 我这胸脯就显得肉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你把它练结实一点 它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而且像你说的20年前的衣服你都能穿 可我的身材不允许 到20年来我的腰围一直在变化 你知道吗 所以只能过去都穿不下了 胖了 但是事实上你现在的这个马 这个马甲的这个形象已经深入明星 人家很多人学了你穿的呀 你还你说这个我都想起了好久 上次我跟马家慧 你看马家慧也是人家香港认为都衣着很好的一位人士 香港凭着了 那天我就说 我说马先生就是我看你这个穿衣服怎么老那么合适 穿这个很窄的西装 看你这很合适 我说我怎么老穿跟一草包似的呢 后来马天慧就跟我说 这样吧 不要穿那个服装公司服装师给你找的衣服 自己去买两件贵一点的衬衫 看上去就不一样 咱们继续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继续广告之后见 我问你啊 你们这个时装界在杂志上一般说比如说今年呢是什么粉红色 今年流行粉红色或今年什么什么这些信息是谁第一个说的呢 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行业内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都会有一种交流 那其实你要转到专业的话 其实他们有一种叫做forecast 那forecast就是他会有一个公司 他不是设计公司 但是他那边会提供所有 他们预测下一季 可能会出现的面料颜色方向 那他们是怎么去规划这个呢 其实大家聚在一起讨论 看到上一季的销售数字 然后跟之前的销售数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 往往流行是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去推敲 接下来会是什么 那很多设计师就会去像这种forecast 你知道就是说公司去询问说 那接下来可能会是什么 然后大家交流之下 就会有一个比较类似的一个东西会出现 其实还有一个最上游的一个供应商 其实就是布商 布商他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就是不是说你天马行空的 你想做什么东西 不是每个设计师或者每个品牌 都有财力去定做那些布料 而是那些布料 布料商他可能 你会发现今年大量的流行什么 蕾丝 雪纺 还有羽毛 就是那个鸵鸟毛 你会发现他无论是在婚纱上面 在平常的生活的服装 什么高级定做服 甚至于是那种很休闲的东西 他都会加这些元素进去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可能有几批布商 可能他们就觉得说 OK今年我们来做这一系列的东西 可能就有大量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设计师在就着 有些东西当然他们自己去定做 有些东西他就觉得说 这个供应商今年出了这个东西相当不错 我要大量的使用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 事实上是有蛮多的阴谋论在里面 到底谁来决定 谁来决定 就跟艺术圈一样 都说话语权 这个霸权是在谁手里 我宣布 是吧 我宣布今年你们怎么穿 穿你们都怎么穿 所以还是应该像大齐一样说的 我们应该要打倒他们 对 我们应该都跟刘大师致敬才对 对 说不定刘大师在选定他穿那一件之前 他可能已经是了无数种样子了 没错 到最后他才知道 这个是最适合的 你讲这个刘大师啊 还真是他这个这个讲究人 让我知道啊 这个名牌不能瞎穿 比如他就见过一个西方人 收集中国家里的东西 客厅里放着一个中国的木马桶 西方人不知道这是马桶啊 你看中国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把西方的一个什么东西 放在我们家里 出大俄 colon人 能不能 没有 去 我们 我们 一定